阿嬤失智了 我覺得那個衝擊是很大的 整個人的氣質 整個人的氣勢都變了 就很像整個變了一個人這樣 因為她就變得很悲觀 然後很懦弱 然後對自己很沒有自信 然後就是一直在哭 為了逗整日以淚洗面的阿嬤開心 美恩在和阿嬤玩自拍時 發現原本就對穿著很講究的阿嬤 對於照片裡的樣子很有反應 自己也被阿嬤的姿態所觸動了 於是就決定記錄下這個感受 安排了一場拍攝 而這組照片在社群媒體上 被廣告公司發現 從此好阿嬤正式出道 有感受到阿嬤有點不太一樣嗎 93歲的好云娟阿嬤 其實才出道快5年 今天長進的攝影師 就是阿嬤的孫女美恩 她也是阿嬤的工作經紀人喔 好阿嬤原本住在台東 經營一家小有規模的百貨行 會開始模特兒工作 竟然跟一個無法醫治的疾病有關 在我小時候 我眼中阿嬤就是一個 蠻嚴厲 然後蠻有權威又蠻強勢的一個長輩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知道說阿嬤失智了 我覺得那個衝擊是很大的 整個人的氣質 整個人的氣勢都變了 就很像整個變了一個人這樣 因為她就變得很悲觀 然後很懦弱 然後對自己很沒有自信 然後就是一直在哭 為了鬥整日以淚洗面的阿嬤開心 美恩在和阿嬤玩自拍時 發現原本就對穿著很講究的阿嬤 對於照片裡的樣子很有反應 自己也被阿嬤的姿態所觸動了 於是就決定記錄下這個感受 安排了一場拍攝 而這組照片在社群媒體上被廣告公司發現 從此好阿嬤正式出道 Casting就是一個災難 因為Casting只是叫她自我介紹 錄了十次都是失敗的吧 就是 然後她就 現在要幹嘛 阿嬤就是在拍這個的時候 我是躺在後面 就是 因為我要一直跟她確認說 就是她不是突然上了不認識的人的車這樣子 自從她失智以後她就一直很想死 對她來說 失去賺錢養家這個能力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我需要讓我阿嬤有價值感 拍照的工作 的確讓阿嬤開心起來 生活也變得多彩多姿 看到好阿嬤這麼多精彩的作品 我們兩個眼破不及的 現在想要跟阿嬤一起拍照啦 阿嬤超瞎趴捏 阿嬤的 太誇張了吧 你看你看 阿嬤的鞋子 阿嬤 你的鞋子 你的裙子 你的外套 都好好看喔 阿嬤很漂亮喔 對阿嬤太漂亮了 我們再去換個衣服 不用啦沒時間了 阿嬤不是這樣 阿嬤 OK 阿嬤也很漂亮啊 謝謝阿嬤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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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聊天 我們現在要拍照 我們現在要拍照 不可以聊天 手抓著 抓著 阿嬤 阿嬤 那個她說妳要抓 被妳站著 阿嬤 阿嬤 拍照等一下再聊天 可以嗎 摸眼樓箱嘛 樓箱嘛 樓箱嘛 樓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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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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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摸眼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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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拍照囉 拍照 拍照 我覺得我可能 跟奶奶的頻率不錯 她也覺得 我是一個很好青年 所以跟她溝通 她會覺得 她侃侃而談 美恩也知道說 可能可以透過 我在跟她聊天過程中 引導她去拍照 這件事情 我好像是 妳有任務 任務 對 我有一個任務在身 對 我住附近的 你提醒她 喔 沒有 沒有 拍照 阿嬤 我們先拍完照 再來聊天 阿嬤 我們現在在那邊公司 她很蠻可愛的 就看那邊 下一次我會吃屎 拍一次 我們要幫我跟她出完拍照 不要跟她聊 OK 她會一直想跟你聊天 3 2 1 阿嬤看我啊 阿嬤看我啊 阿嬤看這 阿嬤看那邊 阿嬤看那邊 先拍完我們再聊天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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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6點 阿嬤看美安 沒人拍照 好熱的 好 再開燈 再開燈 阿嬤 阿嬤 那是專業 然後但是孫女在私底下其實是非常愛她的 幫她洗澡啊什麼 就是輕聲細語的跟她講話 她的照片可以拍得這麼好 我覺得是因為很愛她 是因為有愛 所以可以把照片拍得這麼的讓人感動 那我們現在要去幹嘛咧 媽媽去拍片 哎呦 你都記得耶 那你對我笑一下 那我們要去拍片囉 再親一下 再親最後 再親一下 我們在要求她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那不要讓阿嬤這麼幸福啊 拍個三五張就好 可是其實我對她是 因為當然也是合作這麼多年 我知道她的能耐在哪 我對她是對專業模特的要求 人就這樣 如果你有上重訓你就知道 你一邊花錢 一邊在罵你的教練 就是不要那麼重什麼 可是我覺得就是在刺激她 因為其實阿嬤都有定期在回診 那阿嬤四年前的分數跟現在 她大腦其實沒有變 可是她的認知功能一直在進 因為你一直在訓練她 我一直在刺激她 刺激她 刺激她 我要把你刺激她 因為其實 失智是這樣 有情緒比沒情緒好 是 你把她放在那邊 她就失去 你知道嗎 其實我阿嬤四年前 是每天都在哭 然後隨時都說她要去死 可是她現在有時候拍照拍拍 她就會要揍 可是我覺得資格也比良好 對 我喜歡你這樣的情緒 她想揍你 好棒耶 而且你知道一個人敢揍另外一個人 她是有自信的 對 這些年來 美恩還帶著阿嬤去倫敦拍照 到上海探親 不但工作多樣 平時更是帶著她運動旅遊 用挑戰自己來戰勝疾病 不要被年齡限制 是美恩從跟阿嬤一起工作後 最大的體悟 阿嬤阿嬤 我們剛剛有看到你 好多以前 好漂亮的照片 美恩幫你拍的 你記得嗎 我忘記 你記不記得 美恩帶你去上海拍照 去歐洲拍照的事情 找姐姐 找姐姐啊 記得嗎 記得 上海的 去上海 上海 是找姐姐嗎 姐姐在那裡啊 阿嬤你這幾年跟美恩拍照 開不開心 到處去看 到處拍照 喜歡嗎 沒有 沒有 不是 有了嗎 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喜歡 一點點 一點點 阿嬤阿嬤給點面子好不好 那要怎麼辦 喜不喜歡跟我拍照 喜不喜歡 喜歡嗎 喜歡 什麼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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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的樣子 滿激勵很多女孩子 對 就是婆婆媽媽什麼的姐姐 可以老了也沒關係 一樣可以這麼時尚就太多 我很優雅這樣子 因為孫女堅持的愛 好阿嬤找到了活下去的價值 她的故事更鼓勵更多的長者不要放棄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